张无忌选择赵敏是必然的 张无忌并不是一个强势的人,性格有些悠柔寡断,对遇到的几位女子,似乎难以做决定,在左右摇摆 赵敏,周芷若,尹黎,小赵各有特色,的却很难选择,文艺叶芭蕉 周芷若是张无忌年少就已经认识,周芷若的人生因为张无忌改变,因为张三丰的一句话,让无家可归的周芷若上了额眉,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所以周芷若对张无忌心存感激,两人只是在船上呆了一段时间,也不算青梅竹马 周芷若对张无忌的爱情,是由感恩产生,张无忌呢?却并没有太多感激,他处于被动位置 而且周芷若对于张无忌,似乎有一些患得患失的心情,没有能够把控住张无忌,所以注定失败 隐离是张无忌名义上的未婚妻,虽然他们有一段时间相聚,张无忌从来没有产生爱情 后来,他知道了隐离的身份,也只是一种责任 当他知道隐离死去,他感到很伤心,只是出于亲情和朋友关系 隐离内心一直停留在曾阿牛的岁月,寻找心中的爱情,自己放弃了张无忌 小赵是非常喜欢张无忌的,两人在光明顶山洞共患纳,可以说患纳见真情 但是小赵一直以婢女的身份,张无忌也不太重视,所以喜欢是肯定有的,爱情还没有达到 小赵太过于柔弱了,从不主动追求过自己的幸福,所以只能遗憾地离开 赵敏是比较主动的,张无忌还有些故忌,毕竟两人身份不一样 但是赵敏一步步诱导,张无忌心里装了赵敏的影子 张无忌最后选择赵敏,其实主要还是与他的性格有关 张无忌的性格太软,而赵敏相反,很强势 对于周芷若,殷黎,小赵,赵敏是他们的反面 张无忌是大英雄,大豪杰,内心却很柔弱,需要别人照顾 这就是他选择赵敏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